这是中国考古史以来最让人震惊的一幕 当专家们历经千辛万苦打开吕布墓葬的时候 光果周围却什么也没有 难不成是他们发错了 就在所有人失望之际 角落里传来了喜悦的声音 只见一柄长矛散发着阵阵寒光 这也直接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 看到这一切 一位专家气愤的喊道 我们都被罗馆中给骗了一千多年 那么问题来了 被称为战场上无敌的吕温侯 为何会被随便的埋葬在这废墟当中 传说中的那把方天话题 又是否真的存在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走进号称三国最强武将 吕布的墓葬之谜 2007年的一天下午 河南交作修武县的文物博物馆内 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以往的宁静 电话那头 一名男子对着电话就大声喊道 你们博物馆到底还管不管事啊 这边的坟都快让到我们再挖空了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急忙回到 您帮我们先看着 我们马上就过去 不到半个小时 一只考古队就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附近村民的带领之下 考古队员远远的就看见了一处坟包 正好在农田中间的位置 但是由于长年没有人员打理 上面长满了各种杂草 不仔细的看 还以为是一堆乱石呢 考古队员看了以后非常疑惑 就这样的木葬 还有盗墓贼盗绝 带着失望 考古专家开始对墓葬进行初步勘探 但是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们居然在这片废墟上发现了 五个大大小小的盗洞 看着这些盗洞 专家判断 这绝对是一伙职业的盗墓贼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考古队员走遍了附近的村子 询问情况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 已连好几天过起来 当地人连这座坟士谁建的都不知道 只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一会儿看着贼头贼脑的家伙 不断地在墓葬的周围挖着什么 每次来都是深夜 而且手里个个都背着铲子 听到这些以后 考古队员才发现事情不简单 随即决定 连夜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可是 让所有人非常失望的是 不管是墓葬的规格还是用料 这座墓葬都太过普通了 简直就像是一座平常人家里的墓 经过考古队员的发掘 墓室逐渐的被清理了出来 正中央除了一具硕大的官国以外 连一个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 古代人向来视死如始生 但凡家里有点条件的 都不可能让自己死后空着手下葬 考古队员也感觉像是白白浪费了时间 然而 就在所有人准备失望的离开时 角落里突然闪出了一道亮光 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寒气 突然 有一名考古队员高呼 这是一柄长矛 随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只见一柄长矛赫然的躺在地上 上面雕刻的本路 一看就来路不凡 正当所有人聚精会神的欣赏长矛的时候 人群中又传来了一声惊呼 快看 这里有一块木制铭 此时的考古队员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座看着破破烂烂的木杂 之后 直接轰动了整个考古界 甚至篡改了历史 河南交座秀武县京县吕布墓葬 墓中出土了一把船式兵器千年不朽 专家看完之后 愤怒的喊道 我们都被罗管中骗了一千多年 随着考古队员对墓葬的深入发掘 突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块石头 这也让专家感到疑惑 因为它的外形十分规整 像是被打磨过一样 上面覆盖着非常厚的尘土 由于常年倒在墙边 差一点就被考古队员当成废石扔掉 当考古队员凑近看这块石头的时候 居然发现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字 这时 他们才回不神了 立即对其进行了小新发掘 出土以后 考古队员马不停蹄的把这块木制铭 送到考古实验室进行解读 随着镊子一点点清理掉上面的泥土 一族族古文字也重见天日 从这些字体来看 至少也得谈待之前了 为了能够早日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考古队员连夜找来了古文字领域的专家 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文字专家看到墓志铭上面的字以后 整个人直接激动的跳了起来 吕布 这居然是三国第一猛将吕凤仙的墓葬 周围的人一听 考古实验室立马炸开了孤 众人都开始激动的高喊起来 但是一位专家却提出了疑问 既然是三国第一武将吕布的墓葬 怎么可能如此寒酸呢 还有吕布那把传说中的方天画戟 又去了哪里 难不成被盗墓贼给挖走了 就在所有人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位老教授说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们是不是都被罗冠仲给骗了 经过专家翻阅大量史料发现 原来正史上的吕布 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么厉害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河南交座修武县挖出吕布墓 墓中出土了一把船式兵器 千年不朽 专家看后愤怒的大喊 我们都被罗冠中骗了一千多年 画面中这把长矛 就是专家在吕布墓中清理出来的 虽然已经深埋地下一千多年 但是依旧散发着震着寒光 按照当时古代人生产兵器的能力 对把长矛在当时一定所向披靡 一定有很多敌人死在他的利刃之下 但是即便如此 他和传说中的方天画戟差距仍然非常大 按照罗冠中描写的三国演义中 吕布使用的方天画戟 那是形如角月 冷若冰霜 重达四十五斤左右 尤其是在挥舞时 就像是一条龙岩闪过 普通的士兵更是碰到就死 吕布就是靠着这把方天画戟 曾经一人一马与刘关张三兄弟打得不分上下 那么问题来了 这把举手无双的方天画戟真的存在吗 如果是真实的 为何没有随着吕布一同葬在墓中呢 为了知道这其中的秘密 考古专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原来在史料中记载 方天画戟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并没有罗冠中描写的那样神有 因为戟一共分为两种 只有一个月牙的叫做青龙戟 两个月牙的才被称为方天画戟 只不过方天画戟太过于庞大 这种兵器在当时往往被当作礼器 主要起的是象征意义 当然了 在历史上 凡是能够识己的人 也都是十分神勇的大将 例如牧主人温侯吕布 以及后来唐朝时期的大将薛仁贵 这两个人的威名 哪一个都是十分显赫的 按照古代人的说法 这就是宝剑配英雄 但是让人感到失望的是 从吕布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 事情并非如此 所谓的方天画戟 只不过是一柄普通的长毛而已 更让专家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唐当三国第一猛将吕温侯 墓葬居然如此寒酸 连个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 这又是为什么呢 经过专家数个月的研究考察 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在当年吕布下葬的时候 已经背上了弑父的罪名 并且已经申办名利 这位曾经的名将 因为自己的利益 一辈子曾三次改姓 人人作父 第一个便是守博兵权的丁元 后来为了能够投靠 有权有势的董卓 他居然是父 砍下了丁元的脑袋 当最妖攻撞 而董卓则是为了把吕布 为自己所用 直接将赤兔马送给了他 但是董卓也是没有想到 由于他滥杀无辜 触犯众怒 也成为了当时汉朝的公敌 关键时刻 吕布为了自保 再一次选择了是父 就这样 三国第一猛将 从此背上了三姓家奴的骂名 直到后来 在白门楼被手下生擒 献给曹操以后 吕布仍然不思悔改 居然再次顾忌重施 打算任曹操做父亲 结果被旁边的刘备 当场揭穿 唠了个身手逆处的下场 由此可见 吕布并非是战死沙场 更不是寿终正琴 或者病死 在他死之前 就已经闹了个身败名列 连个亲人都没有 有人把他埋了就不错了 所以 结合那座破烂的墓葬 我们也能想象到 当年吕布死后 为了笼络天下人的心 曹操只能派人随便找了个地方 给吕布匆匆下葬 毕竟顶着三姓家奴的骂名 吕布永远也不能让朝廷众人接受 所以只能葬在一片荒原之上 只是可惜了吕布 吕凤仙的名号 到头来只能让世人记住他的骂名 对于吕布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 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